五主 七嘴八舌 九牛二虎 十全十美 万无一师 千呼万患 万人空相 百战百胜 好小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黑板上的呢 这个呢是跟动物有关系的成语 老师呢同样也整理了十二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比如说像第一个 什么甲 什么威 第二个呢 什么飞 什么跳 第三个呢 什么心 什么肺 那现在呢我们一题一题来做 第一题 这题的意思是说呢 甲借别人的威风 来讲自己的声势 然后去吓唬别人 所以第一题呢应该是 虎 甲 虎威 这个成语的故事大家应该也都听过 那第二个呢这个成语也常常听到 这个是用来形容就是很多人在争吵 然后吵得天翻地覆的样子 所以应该是鸡飞 所以应该是鸡飞 鸡飞 第四个呢是形容非常的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应该是 鸭雀 吴声 有时候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啊 现场非常的安静 大家很认真在写考卷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鸭雀 吴声 那这个呢 什么头 什么面 是用来形容神话当中地域中的鬼族 所以应该是 牛头 马面 后面这个也常常会看到 有时候小朋友在吃东西有没有 肚子很饿的时候 然后吃得很快的样子 叫做 狼吞 虎咽 接着这个成语 是用来形容说 做事情呢 有始无终 可能刚开始很认真的去做 可后来呢 就草草了事 所以这个应该是 虎头 蛇尾 然后呢 这个成语呢 是用来形容说 各方的抢手都出来争斗的意思 比如说有时候小朋友在比赛打躲避球啊 然后你们班呢 实力很坚强 那对手呢 实力也很坚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成语 叫做 龙争 虎斗 然后这个成语呢 是用来形容 好像鱼得到水一般的契合 那这个成语就是 如鱼得水 比如说如果说小华 他很喜欢打球 那如果老师呢 让他去担任体育股掌 对他来种就是 如鱼得水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成语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个是 狡兔 三窟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呢 什么群 什么党 这个是用来形容那种 狼狈为奸啊 的不法之徒 这个是 呼群 勾党 好 最后一个成语呢 刚刚老师在解释 呼群勾党的时候 有用到 叫做 狼 被 为奸 狼被为奸呢 是指说 一起在一起 做不法的事情 好 狼被为奸 那以上的这12个成语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狐夹 虎虎威 鸡飞 狗跳 狼心 狗肺 鸭雀 无声 牛头 马面 狼吞 虎咽 虎头 蛇尾 龙征 虎豆 如鱼 得水 狡兔 三窟 狐群 狗党 最后一个是 狼被为奸 那恭喜小朋友 对于老师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成语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学会了 接着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论说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单元的主题了 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呢 是要介绍说明的方式 就是呢 论说文的方面 那在上论说文之前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 在中年级的时候呢 应该呢 都学过了这几个文体 而且这几个呢 是常常用到的 像第一个呢 是继续文 继续文的意思呢 就是